不整 而且越来越大 我必须赶快找到一个碧鱼点 等待于老师 先上衣服湿了一大棒 裤子已经湿透了 这于老师的轮胎被钉子扎了 在前面新生 还在亚安市新生 这次 这次出现 还在这里一个地域的地方展开 这些人一直在下雨 以后面晚上又会下到冰淇淋 现在雨比昨天还要大 一直没停过 那我们也必须说话了 现在吃透了 这个鱼库 验久了 它会漏了 现在我比较重 已经适合了 哎呦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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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老师生意来了 你有没有吃早餐 没有 你看 找个地方吃个早餐盆了 大了个银子啊 挺好的吗 不好了 都好了 它还咬上去 260块钱 玩到鱼 260 好不好的啊 这么好 我这个不换的啊 你防水的嘛 难道你这个过冬了 身在外 开心就好 我吃了点压缩饼干 烤了放水 好了 你要不要压缩饼干 你要走四五个角度才能到他那里 我可以吃了 看你吃饭有没有打捡呢 先吃到这个吃一下嘛 等下是没地方停车 路上 夜走夜也都没有这种需要 夜走啊 那我这几点工几天了 好的 等待余老师吃完早餐 我们继续冒着大雨情境 由于身上被大雨连的湿得差不多 这种滋味特别难受 而且气温越来越低 必须赶快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 如果就这样一直骑下去 非得感冒不可 大家都很清楚 如果在床上现感冒了 是很难恢复的 在这样的铺装路面 由于连续几天下雨 造成路边塌方 不出堵舌 造成这一段行驶的非常缓慢 毫不动意 我们已经到了天晴县程 简单的吃了个午饭 由于下着大雨 我们在附近找了几个电灯车 抓卖店 都没有找到活饰的雨衣 为了应付眼前的困境 我在武军店买了一套 老宝的分离式雨衣 样子虽然难看 穿起来像个狂卫狗 但是防雨是杠杠的 在创杖线 看见很多奇形爱好者 也穿着是这款 油箱防水包 在长时间大雨之下也净水了 我只要用最土的方式 把它套上个塑料袋 这样也没什么妨碍 我们不应看到 只要沿着318国道 一直往前走就行了 只是这条道路有很多迅速点 我们打开南亚银机 听着手机上播报的路况信息 朝楼顶线死去 骑行在这条路上 如果你能偶尔闻到一阵 扑面而来的泥土味 或者看到前面在堵车 那肯定是 在不远处发生了塌方 行好出发之前 是损了一下楼顶电视 否则如果半路困在这里 那就叫天天不灵 叫地低不应了 摩托车比较灵活 可以在那个车上双插而过 一路上一辆车都看不到 肯定是前面又塌方了 被封路了 从9点钟之后到现在2点多钟 我们经历了5个多小时 整个齐行的时间大概是3个小时 行走的里程还不到60公里 据说这样的路况是最好的 前面还有很多浪路 浪瓦路 疑似路等着我们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明镜与点点栏目